10月15日 浙江嘉慶市疾控中心官方發微報消息說 已經在重點保障對象中 陸續開展新冠疫苗的緊急接種 後續將逐步展開一般對象接種 緊急接種對象分為重點保障對象 包括醫護人員、未生防疫人員 口岸檢疫和邊防檢查工作人員 集中隔離醫學觀察工作人員等 重點推薦對象和一般對象 據稱9月以來 浙江已經接種74.3萬人次 記者從一個街道社區服務中心了解到 新冠疫苗緊急接種並未普及 嘉慶市疾控中心官方微信稱 該使用於緊急接種的新冠疫苗 由三級部門統一向北京科興中為 生物技術有限公司 簡稱北京科興徵訂 該疫苗尚未正式數冊上市 疫苗價格為200元一支 接種兩劑次共400元 很多人都會出現的 大部分的疫苗 都會通過新冠疫苗賺錢 就是這種商業的炒作 嘉慶市疾控中心工作人員 向澎拜記者透露 科興的疫苗毒株 是浙江嘉慶提供 先試用一下 看看疫苗到底會怎樣 公開信息顯示 截至目前北京科興和國藥中生的 新冠滅活疫苗雖然還處於三期臨床 但軍地已批准緊急接種 科興生物曾透露 生產基地已形成年產3億劑以上的產能